大家好,我是Johnny 講講香港人現在比較留意的泰國新聞 就是剛發生的48歲香港男士 在雙排車上意外身亡 的畫面其實大家應該透過香港傳媒應該看到 看到她在雙排車內,在外面的位置 捉住欄光的畫面,然後甩手跌了 然後頭向地,跌到地面,應該在這個原因之下導致她意外身亡 但整件事仍然泰國警方在調查 司機亦去了自首 但司機之前一直都有說 不知道還有人在雙排車上 但事情的來龍是怎樣呢 就要等待泰國警方去調查 然後向不同的傳媒公佈 再等到我們亦都能夠知道 而我想拍這條影片,就是增強大家的安全意識 亦都分享一下 我坐雙排車的畫面 以及說說雙排車究竟是怎樣 亦都對泰國人來說,雙排車是怎樣的車輛 雙排車其實在這麼多輛車內 修法來說比較便宜 以及去的距離比較短 然後去的地方,一早就已經在車上說了 即是可能幾個站 你去到到站的時候,就跟她說下車 你上車的時候,她停在這裡 你就付錢 然後就上車 整件事就是這樣的 其實設計亦都比較簡陋 車內沒有安全帶 左邊右邊有一些板凳 然後你就坐上去 有時坐多人的時候 泰國人甚至遊客都會站在雙排車外面 即是上級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外國人 通常坐上去 就是會 選擇感受當地風情 而本地人 就覺得 我自己覺得 可能是去一點點比較近 以及 就不想浪費那麼多錢 因為有時 同樣的路程,你乘搭不同車 價錢就差很遠 我自己的經歷就是 雙排車 其實不是開得很快 但是當然你上了雙排車上面 你自己一定要捉緊難過 例如我們這些外國人 因為不是經常坐在泰國的交通工具 所以 多少都會不太習慣 有時遊客來到泰國玩 或者來到另一個國家玩的時候 很容易忘記了 最基本的安全 我在這件事上 分享了泰國人 怎樣看雙排車 而我也怎樣坐雙排車 但我想說的就是 意外是 無處不在 想大家來玩 來哪個國家 旅遊的時候 都要安全自上 好了,這條影片這麼簡短的分享 就來到這裏 希望大家看完這條影片的時候 增加安全意識 亦都 知道泰國雙排車原來是一件 這樣的交通工具 大家下一次 就可以選擇 有個前設之下知道 今次旅程,我乘搭雙排車 或者是乘搭其他車 如果你是害怕的話 可以乘搭一些巴士 或者是乘搭一些的士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貪快的 你可以乘搭一下電單車 你如果想感受一下風情的話 雙排車 但是 總之一句 就是 安全自上 安全自上 我们下期再见